3月21日 多张一次中国重型武装直升机是非的照片 在国内外互联网平台引起轰动 但这款直升机的具体细节和性能参数 现在还在严格保密中 这款起飞重量据称达10吨的武装直升机 其侧面轮廓更接近美国的黑鹰直升机 也更接近中共的直20 而非阿帕奇 很多人认为这款直升机就是直20平台的衍生机型 并将其称为直21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直21的机头部位采用的是台阶式设计 隆起程度明显不如阿帕奇 这导致了前后飞行员的座位高度差异不明显 副驾驶员的视野受到限制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在研发过程中 虽然借鉴了黑鹰的设计 但完全没有理解到 敢于优化出阿帕奇气动布局的程度 显然 中国空气动力学功力的根底还是不够啊 根据图片 直21螺旋桨顶上有个光滑的矮圆柱体 被认为是毫米波雷达 这种设计在阿帕奇直升机上早已出现 只不过阿帕奇使用的是扁圆形的火控雷达 叫做长弓 俄罗斯也研制了一种球形雷达 放在螺旋桨轴的顶部 中国新型的光滑矮圆柱体毫米波雷达 被认为是借鉴了美俄武装直升机 火控雷达的设计 并且在形式上进行了折中 这种雷达的好处就是 当敌方雷达只能看到球形雷达时 无法确定其下面直升机的具体位置和RCS 难以有效进行攻击 但己方战机则能够更有效打击对方 新五直的整流罩更像是阿帕奇早期扁平机鼻 机泡位置后移跟阿帕奇相似 直二一的发动机排气装置 借鉴阿帕奇的向上开口 降低红外信号暴露 机身两侧6挂架 标准的10吨级重型五直火力配置 粗尾梁有利于塞进更多的设备与油箱 很符合共军大航程的刚需指标设计理念 直二一保留了直二零的尾僵 和美国黑鹰直升机的细节如出一辙 看来中国设计师对美式风尚情有独钟 连直升机的尾巴都要模仿 基本可以判断 直二一是在中国的黑鹰直二零的基础上 按照武装直升机的要求改装而来 易于批量生产 很符合共军的实用性军备研发思路 从以往的经验看 这款过渡机型也不会很快被后来的全新型号替代 而是很可能会作为主力机型 服役至少十几年 从目前共军的直升机配置来看 实在将就不下去了 确实需要直二一 直十九为了多带导弹都没有机炮了 直十为了保证航程和载荷牺牺牲了防护 带的导弹也不够巨大 作战半径有限 无法全程伴随直二零运输直升机 执行跨越台湾海峡等远距离任务 同时在高原上也是缺乏动力 因此必须研制一款新型重型武装直升机 提升空中突击和远程打击能力 好在台海登陆作战和中印边境高原作战中使用 据了解 直二一是由设计直二零的哈菲集团设计 生产直十武装直升机的昌和公司生产 在直十设计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602研究所 也参与了直二一的研制 因此 借鉴直二零通用直升机的平台和动力系统 以及五直十的武器系统都是信手拈来 这种成熟的研制思路可以有效缩短研制周期 估计这款武直最快明年就能定型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 直二一搭载的是涡轴10改进型发动机 功率达到了1790千瓦 但是中国的军事博主认为 Z-21可能是配备了和俄罗斯卡52相同的 俄制V开2500涡轴发动机 据称 V开2500P发动机优化了高原性能 能够在6000米的高度启动 在6700米以上的高度也能安全飞行 还说 该发动机的最大可持续功率2700马力 相比之下 AH641阿帕奇守护者 使用的是两台通用电器T700-701D涡轴发动机 每台最大持续功率为1716马力 而且用中国在2022年与俄罗斯签订了 100台V开2500PS03涡轴发动机的采购合同 来佐证说 中国今后会逆向研发这款发动机 但是一位网友揭露说 中国作为米171用户出版了米1711直升机构造与性能 里面给出V开2500PS的发动机调试后 最大巡航功率是1750马力 比阿帕奇的发动机T700-701D的最大持续功率 仅高出34马力 V开2500这次是把应急模式下的最大功率 当成最大持续功率来宣传了 俄罗斯在外售产品宣传中 利用口径差异 标高技术指标也太常见 网友评论说 这些中国军事媒体就是在网上做军事搞钱 收集资料都是下面员工的工作 既然是工作就谈不上爱好 更谈不上钻研细节了 出这种笑话很正常 的确 中国的一些军事自媒体 可能更关注流量和商业利益 缺乏严谨和专业性 因此 武装直升机的性能评估需要全面客观 就拿发动机来说 最大功率固然重要 可靠性 高原性能等也不可忽视 毕竟在实战中 武装直升机主要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最大的威胁 往往来自地面的便携式防空武器 而非空中战斗 因此 单纯比较发动机推力的大小意义不大 更需要综合评估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那么目前中国的武装直升机是什么水平呢? 看看巴基斯坦军方的武职招标 2018年 巴基斯坦军方为了更新其武装直升机机队 发起了一场国际竞标 美国IH-1超级眼镜蛇 中国直10和土耳其T129等直升机参与竞标 最终 IH-1超级眼镜蛇直升机在竞标中获胜 然而 美国政府在2019年 暂停了向巴基斯坦出售IH-1的计划 无奈之下 巴基斯坦转而向土耳其采购T129直升机 但由于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以至于美国断供了涡轴发动机 T129直升机的交付也陷入困境 2023年 巴基斯坦只能采购中国的直10直升机 巴基斯坦的选择顺序 暗示了对不同直升机性能的评估 首选美国的IH-1超级眼镜蛇直升机 其次是土耳其的T129 最终选择了中国的直10 主要考虑因素在于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 其中美国T700G1701D涡轴发动机的声誉 显然高于中国的涡轴发动机 而中国的直10使用的涡轴9发动机 巴基斯坦早就进行了评估 结论是 在炎热和高海拔环境中直10缺乏动力 可见 中国直升机与西方普通水平就存在差距 更不用说跟顶尖的西方直升机相比了 改革开放以来 俄国和美国的直升机中国都引进了 80年代购买的24架黑鹰直升机的民用版 中国拿到之后 立刻就放到了高原使用 2009年之后 还分批购买了另一种能上高原的直升机 俄罗斯的米1711 现在已经交付100多台了 米1711的性能被中国媒体大肆宣扬 可是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大吨位高原试用直升机时 却没有选择米1711的设计 而是更多地参考了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设计 先后研发了直20和进一步改进型的直21 这反映了中国军工研发人员 在心中真正认可和仰慕的是美国的技术 有网友透露 尽管米1711在官方宣传中被高度评价 该机在高原地区执行任务时的实际性能 包括最大起飞重量和载荷能力 远低于公布的数据 这也从侧面表明 中国媒体对米1711直升机的描述可能是言过其实 成功仿制美国黑鹰直升机并开发出直20之后 中国进一步扩展了其直升机系列 为不同军种配置了多种衍生型号 如陆军的黑色涂装 海军的浅灰白色涂装 空军的浅灰色涂装 以及武警的橄榄绿色涂装 然后就是这次的Z-21了 根据传闻 中国的直升飞机发动机窝轴9 虽然是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研究所研制 但得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的帮助 在此需要说一下 乌克兰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帮助是巨大的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经济不振 许多军工领域的专家拥有技术 但没有钱赚 中国看准了这个机会 当时大量引进乌克兰的技术专家 在他们的帮助下引进了大量航空技术 包括飞机设计、制造、发动机、武器系统等 可以说 没有乌克兰的帮助 中国航空工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中共长期以来 在武装直升机的应用上存在严重不足 除了陆航配有一些武职 直到最近几年 空降兵部队才开始少量接收武职时 因此共军空降兵的空中支援火力 不要说与美国相比了 就算是比起俄罗斯的VDV 恐怕都略显不足 直到一如果被海军采购 就可以进入两栖攻击舰队 可以在陆地上使用 也可以跳岛作战 也可以部署在南海的岛礁上 另一个方面 就是中印边境的实际控制线上 直升机在这里可以快速调动 部队可以执行后勤和紧急救援工作 与此同时 美国加快了对台军售 最近交付了大量的刺针导弹 表明他们可能掌握了解放军 武职发展的情报 要尽快帮助台湾强化防空战力 对抗武装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就是对地面进攻 但是面对刺针飞弹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俄罗斯著名的武装直升机卡5-2 都损失惨重 至少60架被击毁 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受损的直升机更是难以计数 从中可以看出 若无法确保空中优势 武装直升机在近距离提供火力支援 本身是相当的脆弱 在台海地区 台湾拥有F-16 而日本装备了F-35 在中印边境 印度则有法国的阵风 苏-30MKI 以及欢迎2000I等先进战机 在这两个关键战场上 中国军队可能难以保持空中优势 使得直-21有可能获得卡5-2那样的高损失率 而且中国未来要对阵美军 美军现在选择的都是轻旋一击 航程4000公里 速度也比直升机快很多 武装直升机无论速度还是航程都跟不上 其实在中国的外贸旅解决方案里 武装直升机的位置已经完全被无人机替代了 武装直升机和步兵比视野 就是比相互发现的水平 这几年 步兵不要任何载具 就凭手电筒大小的红外成像仪 对武装直升机的发现距离就超过5公里 而且步兵很快就能从武装直升机的飞行模式中 认出这是直升机 从制空权再不在自己手里 就能确认这直升机是敌方的还是我方的 而武装直升机在几公里外 根本无法分辨这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士兵 甚至连是不是人都分不清 更不要提分辨敌我了 以后的战场上 地面部队头顶全都是四悬翼无人机引导地面火力 一个步兵班都能打10公里远 脱离地面部队的地方 全都是卫星通信的大型无忍机在巡逻 敌方控制区是廉价无忍机去送死拼消耗 遇到雷达和电磁干扰 就扔过去几百架反辐射寻飞弹 几方控制区一堆长续航无忍机随时待命 当炸弹卡车 地面上每个步兵班都配着戴120迫击炮的山猫沙滩车 头顶带激光制导和激光通信的四悬翼无忍机 10公里内全都是首发命重 旁边扛着155短管火炮的坦克 在充当通信节点 武装直升机在这种战场上连就业岗位都找不到 至于游荡猎杀 欺负小朋友的工作 武装直升机哪有续航上百小时的查打一体无忍机好用 以前一个班才控制几百米的战场宽度 一个师战场宽度才几十公里 纵深才70公里 以后一个班火力半径10公里的时候 一个师的战场宽度和纵深得多少 那时候把武装直升机的机场放在哪 武装直升机总共续航才5个小时 时间都花在跑腿上了 还谈什么对地支援 德国已经把下一代武装直升机的项目都砍了 美国把研发到一半的科曼奇砍了 前几天又把花了20亿美元的 未来侦查武装直升机项目砍了 这个项目原型机都造出来了 贝尔360本来今年就要首飞的 日本更干脆直接宣布打算把军队里 武装直升机的编制给砍了 3月份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直实的总设计师吴希明提到了 要研制下一代直升机 这可能暗示中共正在准备研发悬翼机 长年以来 解放军一直在摸着美军过河 因此它的灵感支援 很可能来自于美国的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 FVL计划 制造新一代旋翼机 以取代其现有直升机机队 包括运输和侦查武装直升机 这些旋翼机的外观 可能与传统布局的直升机不同 但其主要元素仍然是直升机 比如鱼鹰倾斜旋翼机 与此同时 这些新旋翼机的飞行速度 至少要超过430公里每小时 这很可能意味着 中国的新型武直也可能要对标这个速度 其实中共这些年仿制了不少飞机 比如说歼20和直20都是在各自领域扛把子的 歼20仿制F22 直20直接模仿黑鹰 造出来之后 参数吹得都挺漂亮的 但问题是 怎么从来都不在实战中出现 佩洛西串访台湾 共军派出的竟然是苏35 歼20哪去了 不是号称隐身五代机 部署在沿海吗 怎么不出来走几步 2022年 四川藏区地震 救援现场出现的还是米171 直20哪去了 不是号称十吨级重型直升机吗 不是吹嘘 窝轴 十发动机 如何牛A与牛C之间吗 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 说到底还是可靠性不行 靠不住 更有网友讽刺 俄罗斯都派人来游说了 要求中国把苏式 俄式武器都送回去 支援俄乌战争 为了委婉拒绝 共军干脆把所有俄式武器都拿出来用 让米171出来救灾 就是告诉俄罗斯 共军自己都没得用 哪还有多余的 说一千到一万 超就超了 承认就好 中国在直升机方面 确实是在向美国学习 直20之后就来了直21 以后还会有直30 中国军方真是 不把美国老学的精光不罢休 好 感谢观看